琴棋书画 诗酒花 说的就是这个花呀 这是东海岸的一朵落花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这是它的花瓣 白色的花瓣 很大的花瓣 这是它的花蕊 雄蕊吧 应该中间有一个雌蕊 但是这个花就很 很快就落下来 我们平常看到它好像在 在枝头好像一两天 然后就掉到地上了 这个不是我弄下来的 就是它好像很快就掉到地上了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花 真的长得非常的妖艳 真 真的很美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用 因为它那个果实是 我不知道叫什么树 它的果实是有点像那个 像我们的粽子一样 包成一个四面体这样的 这样的药 但是我也没看到有人剪它做什么用 当然可能我们这种 什么太功利的想 可能它这么美就是它的功用 那美就是我的用处 就可能 最近这个季节应该是赏花的季节 新加坡也有很多 很多树 最近春天 最近开花落在地上 然后有粉红色的 白色的 然后你再落在草坪上 早上一出去觉得 哇 真的真的很美 4月份本来不是应该要去 日本去赏樱花吗 所以这个季节 在新加坡走一走 看落花 看落花呀 什么饮莓酒啊 吃杀猪菜啊 这不是人生三大风雅的事情吗 你想看着那个花 哇 非常优雅的 从树上飘下来 然后喝着美酒 哇 夹着一夹一块的猪耳朵 哇 好像听起来非常的风雅 对吧 很有那种文人的风范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 今天我们来谈的东西呢 就是想要谈一下 这个和出去看风景有关 就是这个航空泡泡这件事情 就是新加坡和这个很多地区啊 有一直在探讨说 哎 我们来搞一个航空泡泡 所谓航空泡泡就是说 大家可以飞来飞去 就像在一个泡泡里面一样 我到了你的国家 不需要受限制 我们就可以自由的 像以前一样的活动 然后对方的人也 旅客也过来可以自由的活动 这个叫做航空泡泡 这个东西就其实是大大的吸引人 对于像我这种 已经在新加坡被关了一年多的人来说 就一直没有出去 如果真的能成行的话 你看 因为如果到了一个地方 你要隔离要限制 回来又要隔离限制 哇 这样一来一回一个月去掉了 我觉得有这种 有这种时间的人 真是很少很少吧 很少有人会去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除非你这个有很高的代价 但是除非或者除非你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有了航空泡泡 哇 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很关注 这个航空泡泡的事情 今天就有几个 我看航空泡泡的几个更新 其中有一个最最 我觉得关注的一个 就是和台湾的航空泡泡 新加坡和台湾的航空泡泡 据说目前已经在探讨之中了 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 恢复流通 人员的流动 其实对新加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甚至可以是讲 因为它就是一个港口 你想它如果人不走来走去的话 它存在的 或者说它这个经济就会下降很多 所以新加坡非常努力的在推这件事情 最早其实和新加坡和香港 搞了一个航空泡泡 其实已经搞得很成型了 就在去年的年底 可是就在人们就机票也买了 而且据说当时机票就涨了50% 马上涨了一半的钱 然后机票也买了 什么都也准备好了 行李也弄好了 就等明天取飞了 结果今天晚上 哇发现香港那边的疫情突然飙升 然后就临时取消了这件事情 哇 所以那些很多人 我们当时不是有一张很著名的照片 就是因为有一个航空泡泡的气球拱门 那里有什么 本来大家都很兴奋的迎接互相来的乘客 结果因为这个取消了 不懂好像是香港 就把气球拱门都戳破了 所以气球就掉了一地 看起来就非常 总之唯一的希望 就很多人就很失望 然后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其实新加坡在去年 好像就已经单方面 对很多国家和地区开放了 就是你可以申请一个什么特别签证 然后就可以来到新加坡 然后也不用集中隔离 好像是居家隔离什么之类就好了 但是这个东西就像电话一样 虽然你自己 你也需要有人和你打 就是这个需要对方来同意的 所以一直以来 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航空泡泡的成果 但最近就有几个新的 关于航空泡泡的消息 首先我讲一个感兴趣的 就是最近就是有一个爆一个大型 就说新加坡 台湾和帕劳先签订了一个航空泡泡 并且已经开始实施了 是实施了吗 4月几号好像是 总之那个已经成型了 因为帕劳的这个疫情很低 台湾说哦开了这个航空泡泡觉得很不错 然后就很多这个新闻就爆出来说哦 新台湾就说嗯 我们现在和很多国家很有兴趣 都想和我们接触 然后其中最突出的呢就是新加坡 我觉得可能下一个就是新加坡 大家都很兴奋 我个人又觉得哇好棒啊 如果是真的如果这个东西能够成型的话 我觉得这是至少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吧 然后可是我就我就看这个 新加坡本地其实并没有怎么爆这个东西 因为新加坡其实已经对台湾单方面开放了嘛 所以具体怎么这个航空泡泡好像怎么措施 新加坡并没有更新的新闻 但是台湾那个新闻呢 最近就我看了很多条这样这些新闻 就是讲说啊 由于他的什么某个某个部长就说 嗯新加坡很有希望啊 哎现在这个大家都都很积极啊 什么什么 但是我们还目前没有收到这样的提案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部长出来也是 嗯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收到这样的提案 我觉得这个 我当然心情是很想他们赶快推进这件事情的 所以我就在想说你们怎么不赶快去做啊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话术啊很有意思啊 就是他他为什么要就这样去表述呢 就是就有点像有点像人们描述的某一类人啊 就说哎我是不拒绝不负责 不什么啊不反抗还是什么 就是就是就是说有点像那种人就说 哎你你来找我就来找我啊 我可我可不是主动找你啊 就就就就感觉这种人 可是推进这种东西不是一个关于关乎经济和民生和民众很很 尤其在这个这个环境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他们做出这种姿态是说我就是很被动的样子 给我感觉就是很被动的样子 但新加坡的这个政府部门就是很主动很冲出去说哎我们来搞航空泡泡吧 哎我们来一起搞航空泡吧这样这种感觉 然后可是台湾的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官员的话呢 就让我觉得说好像就是啊我很被动啊 你来找我 你这个案子沉上来才可以 你一直讲没有用 你这个东西没有放到我桌上之类 现在讲说是不是因为 因为本身我是刚刚想到的 是不是因为在疫情期间 就是如果谁在积极地推进这件事情 到时候万一引起了疫情的变化 因为现在台湾的疫情 也是控制的相对比较不错了 新加坡的疫情也是控制相对不错 基本上每天大概保持在个位数 然后社区的案例大概是十多天 然后有这么几个这样的社区的案例 我觉得也是控制的比较不错 可能如果推进了这个 就在这个行为上 如果表现得太积极的话 如果到时候万一 这个疫情的状况发生了变化 那这个人是不是要会有牵连的风险 我就在猜想 是不是他们这么被动的一个原因 就是大家觉得说 这件事情我如果不做 没有任何错 你也怪不到我 但是如果我做了的话 可能就会承担风险 有可能是这样 这所谓的明则保身 这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个人太想促进这件事情 感觉这样也不好 感觉是太保守了 也不知道了 因为毕竟万一出了事 谁也都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谁是需要承担这 也许因为这样才 台湾的这些官员 才会用这样的话术来讲话 所以我对香港并不是很期待 可能新加坡和香港的航空泡泡更多的是在于一些商务上的往来 可能是商务上的往来更重要一些 对台湾就可能真的是旅游方面的考量更多 旅游方面受益的更多一点 台湾现在新加坡现在还 台湾我们先告一段落 新加坡现在还和澳洲澳大利亚在谈航空泡泡的事情 这个也是前一段爆出 就是说现在我们正在商谈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说新加坡和澳洲 如果就是建立这种航空泡泡 就双方不需要隔离 然后新加坡可以在新加坡飞到澳洲 然后就自由的旅游 澳洲也是那么大一块大陆 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地貌 那么多不一样的风土 所以也是真的很值得探索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种被限制了快一年多 快两年之后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泡泡成型 还是蛮不错的 新加坡澳洲新西兰好像目前都是在讨论这件事情 好像澳洲和新西兰之间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他们的航空泡泡了 因为他们也连的比较近 本来的可能往来也比较紧密 我相信 我不知道 我相信新西兰的人去澳洲有什么旅行的必要吗 这个没有眼界的话 我觉得好像新西兰和澳洲好像地貌什么的都差不多 不知道了 其实世界上这种航空泡泡有很多 我看了个资料说 之前原来很早以前就是俄罗斯和土耳其就已经有这种航空泡泡并且实施了 还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总之人们是可以做这样的旅行了 但是新加坡一直以来虽然很积极的想要做这件事情 可能也是需要在科学的来做 需要在各方面都保证的情况 前提下才可能去推行实施这样一个东西 更新的消息我还没有 很多就讲新加坡有和印尼有一个 大家知道印尼临新加坡有两个很大很大的倒闭 比新加坡多大的几个岛 明丹岛和巴旦岛 然后新加坡有和印尼推行一个这样的就是 新加坡人 明丹岛和巴旦岛一直就是新加坡人去好像度假的一个地方 我感觉好像其他地方的人我也没听说过去那里有做什么 因为就好像是更大一点的一个 我去过一次 我去过我好像各个地方都去过一次 觉得并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住酒店就换一个地方住酒店 然后看你看那些风景吗 其实和马来西亚没有太大差别 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也比较像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更多的像一个新加坡人在那里度假 所谓度假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度假休闲的一个地方 轻量级的度假休闲的地方 那最近搞了好像四月几号就开通了 就说新加坡可以去那里不用隔离就在那里 在那里度假了住酒店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但是印尼因为那个岛上这个岛上已经有七成的人好像也打了疫苗了 所以应该还是比较受控的 可是这个东西也我觉得这一方真的涉及到疫苗 大家又有很多就至少我又有很多担心 就是打了疫苗是保证 这个这个对不对啊 就是打了疫苗是保证你不会生病对吗 你虽然接触了这个病毒但是不一定会生病 不一定会中招因为你身体有抗体了 但是他不能保证你不是代菌者 就是就是比如说这个人 比如说他比如说他打了疫苗 所以现在有了有了新冠病毒他不会得 可是新冠病毒是不是还是在可以在他的 这些病菌是不是还可以在他机体上生存呢 就是说他是不是还是一个代菌者呢 如果他是一个代菌者 他自己不生病 但是如果其他人接触了他还是一样会被感染嘛 所以他还是有这种有这种这种这种就感染的感染力的嘛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其实也是风险蛮高的嘛 因为这个疫苗只能保证他自己不生病嘛 并不能保证这个病毒到了他身上都死掉嘛 还是说这个疫苗会保证这个人身上的病毒也存活不了 这个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啊不知道 所以如果但是也有一个让人稍微让人放心的一点 就是印尼宣布说 印尼其他地方的人不能进入到明丹岛和巴弹岛 好像只有有一个条件嘛 可能说打了疫苗才能进去之类的 因为大家知道印尼的这个目前最近来说 这个这个疫情的状况还算比较严重 好像每天也是几千个这样的 就像现在马来西亚也是每天前一段每天要两千多个确诊 最近好像下降了一千多个 所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虽然这个交流非常频繁 并且有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些沟通和人员的来往 可是也是没办法也不能放开 所以有很多限制 也就是因为为了控制这个疫情 哎呀疫情真的是很郁闷 可能其他人很难理解这种感受 因为我们国家那么大 我们可以去很多地方 可是新加坡真的 一个是地方小 另外一个就不管地貌啊 什么文化都相似度比较高吧 真的很难 待久了真的是可能很郁闷 可能对我吧 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四处跑来跑去 看一些浮光掠影的东西 好吧 更新一下 我希望这个泡泡快点成型 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